南法酒王 我挺讨厌这个说法 但名不当于 我讨厌加大酒庄的葡萄酒 恰恰相反 前几年我获得了他们 特殊的酒款 1991年的 Cuvée engealbert 是我喝过最好喝的 法国南部葡萄酒之一 但是 是不是特利 他们的葡萄酒 一般都存放那么久吗 所以当庄主邀请我 去他们那边 参加一场含有 1978年份的垂直品鉴 我毫无犹豫地答应了 Mazda-Mazka-Sak 中文名为加萨酒庄 是法国南部著名的酒庄 它的故事是1972年 当时脾具家族继承人 Emme Gibbert 和她的民族学家妻子 Veronique 决定在法国南部 安安小镇附近 购买一座老农庄 并将其改造成葡萄中原 为了确保开办顺利 伊比阿夫妇邀请了 两位权威众家提供之党 地质学家 奥利安杰伯 和被誉为 现代部罗多葡萄酒 产业之父的 Emile Peno教授 加萨酒庄 与南法提他酒庄的 显著不同在于 它的红葡萄酒 和白葡萄酒 均有十几个品种混合酿造 其中许多品种并非本土品种 目前酒庄有 Guybert夫妇的四个儿子 共同管理 分别是 长子Samuel 次子Gail 三子Hormon 和四子Bagile 好了 我到了大命丁 丁丁的加萨酒庄的 我稍微提前一点到了 好像还没有人 那就先去拍些镜头吧 尽管加萨酒庄的 四十多公顷葡萄园 种植了多达几十个葡萄品种 但池下猪无疑是这里的明星品种 它主要重视在由冰川形成的独特扇盐中 它们这个土壤很红很红的 就是铁矿和铝矿含量很高的 那种石灰黏土的 有什么作用呢 等一下我们晚点再问问它们吧 可能它们的会更加专业一些 我叫Samuel Guibert 这家园最后的企业 最后代表达了 古代表达了 古代表达了 这个地域的特殊 并没有人家 并不算很短的 一段时间 它变成了 一种荧子和江湖的 不只是土地,它是土地,但是亦亦争争争争争争争 不知道 지금은哪件事 百分之也是义争争 与里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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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感染的周语咆鸡鸭、榴芽激的植物 全部东西是关系 到时候你进入一種森林 Amy Ghibert 当他入川鸡树化,你吃饭了你的種子 從一旦你把荷物饮在了棋林 你支持置物 最重要的代表 那些小藍喝 這是有兩個人的 Widow 有兩位美麗和女的人 孕家和女的大多數是 很多人知道的過份 Meghibert, less about Véronique, but she's the quiet force behind almost everything. 阿美克,是毫无疑, PhD, Ethnology, 是一个科学的世纪。 她发生生命运动, 在冬战时, 她是一个人, 为她的生命, 她被杀了。 在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蒙大卫事件。 其实你对葡萄酒不是很了解, 这个故事还是很值得听。 罗布特蒙大卫呢, 这个名字在葡萄酒界 几乎是神话般一样的存在, 它不仅是加州现代葡萄产业的 它更是推动了美国红酒走向 国际舞台的重要人物。 然而, 在九十年代末之为葡萄酒的巨人, 向目光投向了地中海彼岸, 计划在南法、景林、加州酒庄的地方 建立一个全新的酒庄。 这消息, 无疑在当地引发了渲染大波。 尽管当地政府对此计划表示支持, 但是当地的酒农们 却实际为威胁, 他们不仅担心 蒙大卫的超大规模的投资和现代化的理念 会摧毁了他们 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 还以为这一项目呢, 可能会对当地的非常脆弱的自然环境 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我的父亲在当时是完全反抗 给予美国人的脑子 一种生涯, 所以在整个其中处的东西 里面, 有几千丁的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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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部影片, 我请你建议去找来看看, 因为这部纪录片呢, 堪称酒界的剧作, 看了之后呢, 我相信呢, 可能你会对葡萄酒界有些新的认知。 这部影片, 以生动且极具洞察力的方式描绘了, 全曲化的愣潮如何冲击古老的酿酒传统。 而在这一场, 文化和理念的酱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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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早餐垂合的那个样子 好了,品酒会即将开始了 今天来跳下这场品酒会的人 都是世界酒圈的大咖 才会不断除了 出口的时候,让你来自国家发生的 为什么给你开 Hait mazgassac? 这一回是你,帮你以前的父亲, 选择,开招了一棵大咖 在1970年里,他们 få了学习近的好处 他们开始了带来不只有了法州 但罗友,亚洲,智遑,西亚,灭 我认为了各种地方的书 我爸爸是很感兴奋的 如果我说一般般的传统 每天天他会找到剪刀 然后他会来到他会 如果他不会被人家的一家 他会去想和书传出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怎么会的 其他的动作会在哪边 它是不一本的仅仅隔 前进入难缘代 然后我们探紧 acknowled999 那些草草的旨味 和草食人在吃哇 为什么你认为 procent XK 当一开始有这chat了 有这个的俨个师 有来 MON的故事 如果我比较比较,它似乎比较像戴河 但是,在气氛上,我应该不建议 Pinot Noir,可能看看Cabernet Sauvignon 而且它是正确的,因为每年,它是一样的 即使它是冬,即使它是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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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ernet Sauvignon,我认为它是愉快的,我认为它是愉快的,在Bordeaux 这下是更美的,因为在高冬生地上来的年确,它不是每年年来的 here you can have a miniature of France because you have the Côte d'Or terroir planted with a Bordeaux grape variety within the Languedoc and then the Côte d'Or terroir and then the Côte d'Or terroir and then the Côte d'Or terroir Well, the Bordeaux just finished. We finished 27 years. The Côte d'Or terroir is the first year in 1978. How do you feel like it? Wait a minute, I'll tell you. No entry for Frenchmen. What? I'll go to the Côte d'Or terroir or to talk from this one. This is the outcome of the Côte d'Or. This is it, guys. What do you feel like today? The cocktail is the main of the Côte d'Or, but the flavor of the Côte d'Or it is not Côte d'Or. The flavor of the Côte d'Or is the best. 最好代表它们的土壤 它们的地形的 它的风格是更类似一种 优雅的地中海 几乎是意大利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 特别好配餐 不一定所有的吃虾就能配餐了 对不对 这款酒的花香特别明显的 特别突出的 它们的特别芬芳的 可能跟它们用的其他的品种有关系 可能跟它们的土壤有关系 它的葡萄酒在口感方面 我觉得挺不耳朵的 怎么说呢 它不是这种南法标准的 非常饱满飞美的酒体的 是非常细腻的 很精致的 在香气方面有时候 还是蛮地中海的 经常会带有一些地中海香料 一些白米香 米蜡香 一些露鱼 等 关木蜂的香气 这就是你的家庭的家庭吗 对 right ка還不分 他差遣了 以備有多些缸 或及 媽媽 使牛駐 Chair 民和 你喜歡烏 rê的洞 略 03 我喜欢Bourgogne,Bordeaux,Piedmont, 我喜欢Rhone 八十四年的加萨酒庄 给你们看这个材料 我觉得能不能顺利开 很浓的蘑菇的味道 另一种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每一个年份的差异非常大 很难会以为南法的葡萄就不怎么讲究年份 但是我发现加萨酒庄的每一个年份的风格 简直是迥然不同的 这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我们的席 我看来的不是 我对我们的席 我们的席1就是席1 这是出席1的席1 是出席1的席1 是出席1的席1 是出席2的席1的席1 是出席1的席1 就是戭1的席1 是2007 对面的席1 有沙漠嗎? 有沙漠嗎? 是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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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喝過這個酒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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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呢 這款依舊七八雲怎麼樣呢 果然是老了一點點 但是呢 並沒有死 有典型的這種城鄉老酒的風格 我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1981年 八二年的非常好喝的 畢竟是大年嘛 但是八一年並不是 我當時想到會那麼好的一個年份 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顏色呢 完全是寶石紅色的 一點石榴或者外偏色的印子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發現 這款族的 他們的實驗潛力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我覺得是這次品絕會 最大的一次收穫 好了 我回家了 回中國了 雖然我依然不喜歡 南法之王這個稱號 但是不得不承認 加拿酒莊呢 還是具備有一定的 王者風範 起碼呢 他徹底顛覆了我對 南法之下豬的一些偏見 那麼我真是希望你有機會喝到一些 老年份的加薩酒莊葡萄酒 那麼我這款 2016年的我要等你40年嗎 嗯 估計有點難 看看一大早遇到了什麼 這個呢叫做了 就是把這些羊啊 就是把這些羊啊 從一個地方呢 運到另外一個地方呢 這來叫他組裝的出鏡 挺有意思的 好 小燈